不知不觉,秋天过去,冬季来临,空气也变得寒冷干燥起来,我们在生活中,偶尔会有嗓子痒。 咳嗽的情况,如果不是生病,能自愈就不用太放在心上,但若是长期嗓子痒,咳嗽,那很可能是得了咽喉炎,由喉不发出,略现嘶哑的咳嗽,隔一段时间和一下,有时候干咳,有时候带痰,另外,孩子会无精打采,出现头痛,背部肌肉和腿部肌肉痛等症状,同时还流鼻涕,发烧,恶心,中医看病讲究。 王闻问切,对于闻这种方法,大家知道多少呢?闻同望,闻,切相结合,才能全面系统地了解病情,对疾病做出正确判断。 今天告诉大家如何通过闻声辨病和预防咳嗽,咳嗽有力而重拙,并且谈为黄色粘稠,多为外感风热,如果谈白清晰,流心替者,则为外感风寒,咳嗽无力,并且谈愁色黄,难以咳出,咽喉干痛,属于肺热病症。 蛋竹叶仓竹粥材料,蛋竹叶15克,仓竹30克,生麻10克,五味子30克,怀米50克。 做法,先把蛋竹叶,单身,芦荟,厚谱,怀米,用清水洗净备用,把怀米洗净后,放入锅中加适量的水熬。 再加入中药食材,一起煎粥,用大火烧至沸腾后50分钟即可食用。 注意,不要空腹食用,功效,对补皮液器,清烟润喉有帮助。 来福子木香茶材料,来福子5克,木香4克,车前子5克,白豆蔻5克。 做法,将原料洗净切碎后,加入适量的清水,用大火煎45分钟,即可滤渣需要汁,也可用装入茶包。 用水焖泡5分钟即可饮用,住,材料煮的时候一定要多搅拌,防止粘锅。